这么热的天气如果在车上等人没有开冷气恐怕难以忍受 但是车辆停车等候超过了三分钟 没有关闭引擎的话就要受罚 怎么办呢 在台南市出现了首张罚单 一辆游览车停在台南市星河一路旁长达40分钟 被台南市环保机查人员发现 车上并没有乘客 依靠了违反怠速自制条例 处于2000元罚款也成为台南市第一起游览车受罚的案子